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俄巴蒂亚书第一章 第一节 因为俄巴蒂亚书只有一章 没有第一章 第一节在原文里面 他第一句话是说 The vision of Abadiah 俄巴蒂亚的末世 或者是俄巴蒂亚的意象 然后说了这句话以后 接下来他怎么说呢 他是说 That says the Lord Jehovah 中文应该就翻着说 主耶和华如此的说 关于乙东 所以是 That says the Lord Jehovah concerning乙东 那么我们就来看 这短短的这一个片语 就是主耶和华 是如此的说到 关于乙东 那么这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过 一个神的仆人 一定要有看见 一个神的仆人 一定能够分辨 一个神的仆人 也一定要宣讲 神的启示 那么一个神的仆人 要宣讲神的启示 他宣讲什么呢 就是主耶和华要说的 就是我们所应该宣讲的 如果我们所宣讲的是 That says the Lord 是主耶和华 他要讲的东西 那我们每一个人就知道 我们所宣讲的是有权威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话 这不是我们的想法 这不是我们的看法 这是神要对人说话 我们不过是一个管道 把神要对人说的话 向人解说而已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第八节那里 主耶稣这位大祭司 他曾经有过这样子一个 很宝贵的一句话 他对着父神的祷告说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 我已经赐给他们 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我们是从圣经里面 把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道 我们要先领受下来 一个要为神说话的人 他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 主耶和华如此的说 这些东西 那么在圣经里面 有几个地方的经文 能够帮助我们 对这件事有多一点的了解 在《明书记》二十二章 三十八节那里说 我岂能散致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 二十三章四十二节 耶和华传给我的话 我能不谨慎说吗 二十三章二十六节 我岂不是告诉你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必遵行吗 二十四章十二节 我岂不是对你所猜浅 到我那里的使者说过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 凭自己的心意 行好行歹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要说什么 弟兄姊妹 如果你知道 《明书记》二十二章 一直到二十四章 这一段的记载 乃是记载的一位 旧约里面 我们所谓的不好的先知 坏先知 甚至有人说他是假先知 这个我倒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假先知 他确实是替耶和华说的话 所以他不应该算是假先知 但是他是个坏先知 巴勒 这样一个坏的先知 然而他对着一个 做神仆人的原则 却是相当的清楚 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 今天许许多多传到人 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的要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 神传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说什么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到神的面前 在圣经中有所领受 神根本没有传东西给我们 我们有什么东西 说给弟兄姊妹呢 如果神传了给我们 巴勒说 耶和华传给我的话 我岂能不谨慎说吗 神的话 我们要谨慎的说 不好随便的说 神所说的话 我岂不是告诉你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必遵行吗 哦 弟兄姊妹 这个更难了 今天我们听见神的话 传讲神的话 我们自己 有没有遵行神的话呢 我岂不是告诉 你所差遣到我来的人 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 凭自己的心意 心好心态 今天一个传道人 我们说神的话 有多少的时候 我们为着别人的喜欢 或者别人的不喜欢 我们为着实际上 有得到一些好处 多少的时候 我们越过了 神要我们说的话 巴勒知道说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要说什么 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 愿意侍奉神的人来学习的 不只在旧约有这样的教导 在新约马太福音28章那里 我们的主也曾经这样子的 对门徒有一个命令 他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今天每一个人 你要侍奉神 你自己要知道 主耶稣的教训是什么 然后你要教训 把主的教训 我们在教训别人 不是去做参考 不是听听好玩 是教训他们遵守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 那里说 我当日所领受的 又传给你们的 保罗自己 从主那里要有了领受 他才能够把这些话语 传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做神仆人这件事情上 弟兄姊妹 对着一个说话的人 我们从这些经文的里面 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 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呢 一个人 你要做一个侍奉主的人 你就要抓住一个原则 那就是 任何神没有说的话 你不要自己说 耶和华所说的 这是 That says the Lord Jehovah 主耶和华所说过的话 我们才说 我们不要用人的智慧 我们不要用人的想法 彼得前书四章四一节 彼得告诉我们说 在今天这个时代 若有一个人要做先知讲道的 他就是要按照神的圣言讲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 他说我要替神说话 彼得已经告诉我们 你要替神说话很简单 你就按照神在圣经里面 所启示的话 你来告诉别人 这个原则 是我们今天 需要在神面前谨守的 就是神说什么 我们就说什么 神没有说的 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神没有说的 不要用世界的潮流 人的想法 人喜欢听什么 我们就说什么 那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神已经说的 我们不要扣留 不要留下来 不敢说 以西节书三章十八节 那里说 我何时指责恶人说 他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 我将来都要向你追讨 他上命的罪 所以我们不能够 保留 扣留 神要说的话 我们不能扣留下来 一个侍奉神的人 神说了什么 我们就要全部把它说清楚 让人能够知道 神的心意 也让人能够知道 神的审判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那里 保罗曾经这样子的 说过一段话 他说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 这是每一个 侍奉神的人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真是盼望 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 那就是 我们从神所领受来的东西 我们不只是 不讲神没有讲的东西 并且我们是 只要是神的旨意 我们没有一样 避讳不讲的 我们全部 把神的旨意 清清楚楚的告诉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侍奉神的 我们来传讲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全本的圣经 许许多多神的旨意 神向人的启示 神向人的教导 我们常常不讲 我们专挑一些 我们自己特别有兴趣的地方来讲 这是为什么 今天很多教会神的儿女 对着圣经 没有一个全盘的认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个人深深的相信 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仆人 我们不应该 在教会里面 只挑一些 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来讲 最好 我们是能够一卷一卷的圣经 神的话 说什么 我们就讲给弟兄姊妹听 让弟兄姊妹清清楚楚的知道 神全辈的启示是什么 如果我们肯这样的忠于神的托付 我们将来就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 因为神的旨意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人如果听见了神的话 人知道了神的旨意 人不去遵行 那是人自己要对神负责任的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传道人 没有把神全本圣经各样的教导 清楚的告诉弟兄姊妹 那是我们的亏欠 那第三个原则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只是 不自己讲自己的话 我们不只是不扣留神的话 第三个是我们讲的时候 要如此说 那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 在圣经里面 神对着他的子民 有很多的地方是有鼓励的 那我们就要鼓励神的百姓 在圣经里面 也有很多的地方 神对着他的儿女是安慰的 我们就要安慰神的儿女 但是在圣经里面 也有不少的地方 神是在那里严厉的责备他的儿女 一个传道人 一个侍奉主的人 一个主的仆人 我们也必须严厉的责备 神的子民 好像圣经所启示的一样 我们不能够改变 神对着一些事情的态度 如果神是发怒 我们就要对着这件事情发怒 如果神对着这件事情 是满了温柔 那我们对着这个事情 也应该满了温柔 那么对着我们弟兄姐妹 当有神的仆人来向我们传讲 说主耶和华如此的说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的态度 也有三方面 是值得我们注意学习的 第一方面是 每一个听见 有人在传讲神话语的人 我们要像皮里亚人一样 好像在《使徒行传》 第十七章那里的记载 那里说那里的人 强于铁撒努尼加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或不是 换一句话说 一个听到的人有责任 每一次你听到有人在那里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你必须甘心的把这个话领受了下来 然后回到圣经里面 好好地考察圣经 看看这个人所讲的东西 跟圣经的启示是否完全一致 如果这个人所讲的东西跟圣经所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神奇 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有能力 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的有道理 弟兄姊妹 你不能接受 你必须知道 那个不是神的话 那个是人的话 如果他讲的东西 你不喜欢 如果他讲的东西 你觉得跟你的经验 跟你的 你所爱好的东西 不一样 你也不可以随便地拒绝 你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 他所讲的 是不是合乎圣经 如果他讲的合乎圣经 弟兄姊妹 你就必须谦卑地领受这个道 改变你对着这一件事情的认识和看法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否则一个人信主久了以后 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那就是他只爱听某一类的人讲的道 他只爱听某一种的信息 有的人喜欢听某某牧师 他讲的硬性诚意 有的人喜欢听某某人的内在医治 有的人喜欢吃内在生活 这些都是好的东西 但是弟兄姊妹 你要注意 你必须接受的是全本的圣经 你不能够像一个不健康的孩子挑食一样 你不能够拒绝其他出于圣经的教导 一个人如果能够多方多面的 从神的众仆人那里 得到供应和教导提醒 愿意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 这一个人属灵的生命 才有可能真正的成长 第二点 在马拉基书那里 二章七节 他讲到 祭司的嘴里当有知识 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 一个听到的人 绝对不能够骄傲到一个地步 认为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不需要再从别人那里得帮助 如果耶稣要跟我讲话 可以做梦给我讲话 可以借着圣灵直接启示我 弟兄姊妹 神绝对可以借着圣经 借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 直接启示我们 但是这是神的定规 在新约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神选择了用传道的方式 让人能够听见他的话 所以每一个听话的人 我们在主的面前 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 我们肯从别人那里得帮助 第三点 也是我们非常要学习的 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 主耶稣所讲 啥种的比喻 有一些种子是落在路旁 有一些种子是落在经济里面 有一些种子是落在石头里面 土浅 还有一些种子可以落在豪土里面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光中 省察自己 改变自己 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石头 除去我们生命中 那个路旁被压得很紧的那种光景 刚硬的心 除去我们生命中的荆棘 让我们的心 成为一个豪土 当我们的心是豪土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接受神的道 好让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 能够发芽 能够成长 能够结识百倍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是有福气的人 一个人 要侍奉神 我们不只在神的话语上 要有学习 并且对着神所讲的东西 我们要能够明白 所以俄巴迪亚书第一节这里说 俄巴迪亚的末世 主耶和华如此的启示 如此的说 关于乙东这件事情 乙东是怎么回事呢 整个俄巴迪亚书 所讲的东西都跟乙东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明白 乙东是怎么回事 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节 那里说 因此乙扫又叫乙东 就是红的意思 乙东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就是红色的意思 三十六节 三十六章第一节又重复的说 乙扫就是乙东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 乙东很重要的一个 是指着乙扫的本人 那我们都知道乙扫就是雅各的同胞的哥哥 乙扫跟雅各都是以撒的儿子 那么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不过乙扫先出生 到了创世纪三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那里说 于是乙扫往西尔山里 乙扫就是乙东 乙扫是西尔山里 乙东人的始祖 所以乙东这个字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不只是讲到乙扫的本人 乙东这个字 也讲到乙扫的后裔 就是整个乙东这个民族 是从乙扫开始的 那在西尔一带 西尔一带在哪里呢 就是从死海的南端一直到红海 那一片的地方都叫做西尔地 西尔地他们的首都呢 叫做希拉 后代就称他为彼得拉 那么南部有一个大城叫做提曼 当地的原来的原住民是何利人 创世纪十四章第六节 后来乙扫到那里去以后 就跟他们通婚 以后乙扫的后代就占领了那个地方 在以色列还没有立王之前呢 乙东已经有八个王 创世纪三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 有这样的记载 那么扫罗曾经和乙东打仗 撒末尔纪上十四章四十七节 大卫做王的时候 他才征服了乙东人 撒末尔纪下八章十四节 到约南做王的时候呢 乙东又叛变 列王纪下八章二十节 亚马歇做王的时候 再一次又把乙东征服了 列王纪下十四章第七节 到叙利亚的亚兰王利逊 占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乙东人就入侵耶路撒冷 列王纪下十六章第六节 当巴比伦来消灭犹大国的时候 乙东趁机就扩充他的版图 以西节书二十五章十二节 阿摩书第一章第十一节 我们从这一段简单的历史就看到说 乙东跟犹太跟雅各跟以色列 这个民族有着许许多多历史的仇恨 一直在那里打仗 乙东他们这个是希伯来文 那么他的希腊文叫做以图买 大约在两约之间的时候 就是新旧约之间 马嘎比地时代呢 有两次他们被犹太人降服 到了罗马时代 并入到罗马的版图 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 大西律的父亲就是安提伯 他就是一个遗途买人 就是乙东人 那么曾经下令杀死两岁以下的婴孩 就是他 所以乙东人一直要在那里 用尽各样的方法消灭神的后代 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城毁灭以后呢 乙东人也从历史上就消失了 那么近年考古学家把希腊挖出来 就对乙东有着许多的了解 所以整个乙东人告诉我们 乙东人跟以色列人是兄弟之国 但是争战不停 所以主耶和华所讲什么呢 就是讲关于乙东这件事情 那么到底乙东这个人 以及乙东这个民族 以及乙东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俄巴迪亚书后面慢慢的 会给我们带来启示的 我们简单的有一个祷告 天父求你用着这些话 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 你所要用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奉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信他的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眼睛 耶和华的眼睛 祝耶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